大家好,我是牛超 今天我们来聊聊 断舍离之后的物品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好多朋友在断舍离的时候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断舍离之后的物品 我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好多朋友怕麻烦可能就直接扔掉了 这个未免太可惜了 所以今天牛超就根据自己过去一段时间阅读 和自己断舍离和极简生活的一些实践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简单的来说一共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也是牛超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送人 第二种方法是把它捐赠出去 第三种我们可以把它卖掉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 为什么送人是牛超觉得最好的一种方法呢? 因为我们原来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禀赋效应 一个东西当我买回来之后 我会觉得它比原来更值钱了 其实东西它是折旧的,会贬值 但因为我们自己投入了自己的感情之后 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值钱一些 这就是禀赋效应 所以说当我们断舍离一个物品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舍不得,非常正常 感情是无价的 所以我们不如利用这个禀赋效应 把这个物品可以送人 尤其是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可以物尽其勿 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可以人尽其才 那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家里边的客厅原来的这个沙发呢 是那种白色的底 然后上面有这个玫瑰花的图案 一种英国乡村风格的这种沙发 因为用的时间非常长 所以说我去把它清洁的时候 这个布呢是很难彻底的清洁干净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 尤其是后来我考虑把家里面打造成极简风的这种房间 之后呢就想把它断舍离掉 但这个沙发我当时断舍离觉得非常舍不得 然后又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典雅 非常古典的一个沙发 该怎么办呢 我想了想这个沙发能送给谁呢 我脑袋当中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擅长于手工和缝纫的 这样一位好朋友 我知道他家里面也是非常典雅的这种风格 应该这个是对他来说非常合适的 后来呢我就跟他打电话 然后把这个沙发送给了他 因为这个朋友呢 非常擅长于这个手工嘛 他给这个沙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 新的这个布衣的这个保护层 就像完全是一个新的沙发一样 然后这个沙发焕发出来了新的生命 他们用的也非常开心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断舍离方式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简直太美妙了 还有好多朋友在断舍离 然后把这个东西都送人的时候呢 会遇到一个烦恼 哎到底该怎么说 对方才比较好接收 然后呢你自己心里边也会比较舒服呢 很多朋友他可能会这么说 哎这个沙发我不用了 我给你了给你了 或者说再客气一点 会说这个沙发我不用了 送给你了 大家觉得接受的人会觉得心里边不痛快嘛 对很有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舒服 那应该怎么说对方才能够好接收呢 哎 我们可以说 请收下 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 哎 小敏 这个沙发呢在我的家里呢 他不能够物尽取用 我知道你非常擅长于用手工啊 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把这个沙发呢 焕发第二生命 所以请你收下他 哎 请你收下他 这样对方就会感觉好很多啊 还有就是当送人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接收的人呢 他也有一种心理负担 就比如说 啊万一这个沙发将来我用旧了呀 我如果想要把它转卖或者是转送人 可不可以呢 所以说我们在最开始把这个物品 断舍离的物品送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话说清楚 我们可以说 哎 小敏非常感谢呢 你接受了这个沙发 将来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沙发用旧了 你想把它送人 或者说在网上转卖掉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用担心 这样子的话呢 对方心里边就完全没有后无之忧了 第二种呢 断舍离掉物品的方法呢 就是把它捐赠出去 比如说我们实在是没有找到一个 合适的朋友来接收这个断舍离掉的物品呢 我们可以考虑把它捐赠出去 如今这个这个网上也好啊 还有一些慈善机构啊 甚至一些宗教团体 他都有很多这样子的可以捐赠物品的地方 像澳洲这边呢 几乎每一个火车站和这个宗教教堂啊 这些部门的门口啊 福利机关的门口 他都有这个可以捐赠的这种大的箱子 可以把这个衣服啊 或不看的书啊 还有就是一些小朋友的玩具啊 都可以捐出去 其实捐赠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非常有意义啊 这个物品在自己这里呢 不能够发挥作用 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个物品 来让它不光是散发第二光彩 第二生命还可以帮助到那些极需要帮助的人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撕比受更有福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断捨离掉的物品 我们可以考虑卖掉 现在都是一个网络非常发达的世界啊 所以在网上把东西卖掉是非常容易的 一般来讲像这种二手的交易的网站都有很多 像刘超自己个人的话呢 比较喜欢就是脸书Facebook上面的这个marketplace 这上面呢不需要你交什么手续费 所以而且呢 因为它这个脸书上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用户群 所以说买卖东西都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它上面有一个这种平分的机构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所以推荐给大家 在澳洲这边呢 现在大家卖东西的时候 甚至可以去用来卖车 都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我们不是帮这个脸书去做广告啊 如果大家还有一些在网上卖掉断舍离东西的这种好的方法呢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网上卖掉这个断舍离的东西特别适合那些 你买回来的时候这个东西非常的贵重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想把它直接捐掉呢 心里边略微有一点舍不得这种啊 你可以回收一些这个成本 这种东西比较多 比如说像是婴儿车啊 当时我买了一个婴儿车 给牛牛买了一个婴儿车 这个婴儿车比较贵重啊 所以我会选择在网上把它卖掉 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当时家里边客厅和饭厅 那个大大的土耳其地毯 我也是觉得想选择 也是选择了在网上把它卖掉的形式 在网上卖掉这个断舍离的东西 有两个心得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呢就是 好东西我们不要太过于贱卖 比如说当时我在卖这个 加里边这个土耳其地毯的时候 它几乎是一个2米乘以2米吧 2米乘以1米8 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尺寸 而且因为我自己比较爱干净 所以说这个地毯保护得非常好 虽然说用了有两年的时间 但它几乎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 所以当我卖掉的时候呢 因为我原价买回来的时候 大概是500多澳币吧 我卖掉的时候 我把它定价就定在280澳币 当时网上有人还价说 一百块钱一百澳币可不可以卖掉 我当时呢就觉得不是特别愿意 并不是觉得我觉得这个钱少了 而是我觉得呢 我既然要跟这个物品再找一个家 我要找一个能够看到它的价值 能够珍惜的使用它的人 所以我跟对方说不好意思 这个我不能卖掉 后来仅仅是过了两天之后 就以这个280的价格把它卖掉了 所以说好东西呢 大家不要见卖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心得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定价的艺术 比如说定价的时候 大家可以善于去使用一些数字 比如说如果你想把你的东西 显得非常珍贵 你可以用8这个数字 比如说我们去一些高档的酒店 或者是餐馆 它的一些菜啊 基本上都是28 58 88 288 1888 用上8这个数字呢 会显得东西比较珍贵 如果你要想把东西显得比较便宜呢 可以擅长用9 最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里边买东西 19块9毛9 20块9毛9 等等这些 就显得东西比较便宜 就看你 到底是怎么选择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这个土耳其地毯为例 因为我是觉得我要突出它的品质 所以我可以定个价格 280 288 甚至298 这些都可以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东西 嗯 我想显得它比较便宜呢 你可以说299 大家想想 288和299 其实299更多啊 但288 你觉得好像更值钱一些 这就是善于使用数字的力量 这种定价的艺术合理的利用数字 比如说8啊 或者9啊 让这个物品显得更加贵重 或者是更加的性价比高物超所值 这个呢 都是来自于牛超自己总结的一些数字心理学 我们牛超爱读最近 今年这一年 牛超在 呃 分享自己的12堂极简哲学课 里边呢 都有对这些数字的思考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去看看这些影片 帮着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啊 就是牛超觉得啊 断舍离掉的物品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送人 送给朋友或者亲人 当然我们在送人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些说话的方式 让对方呢能够很好的接受 而且最好呢 帮助这个物品 找到一个新的合适的主人 让这个物品呢 能够物尽其用 然后也让朋友或家人能够人尽其才 这是最好的方式 然后如果这种方式不可以呢 我们可以选择捐赠 施比受更有福 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个物品捐出去 献出自己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和爱心的话 自己好像也会 灵魂上会有一点点升华 会更开心一点 更幸福一些 最后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断舍离掉的物品呢 把它卖掉 卖掉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稍微注意 第一个好东西不要贱卖 第二个合理艺术的定价 可以让这个东西呢 卖出一个好的价格 也会让你更加的开心 如果这三种方法都不行 那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就可能选择扔掉 或者是垃圾回收 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也有很多 比如说一些坏掉的东西 过期的东西完全都不能使用 那没有什么好讲的 垃圾就是垃圾 我们可以把它扔掉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点 就是有一些东西呢 要特别的去处理 比如说像是一些坏掉的 旧的电器 电池这种产品呢 我们最好去一些 比较专业处理的部门 把它回收掉 这样子的话呢 也是为我们这个大自然的 尽自己的微不足道的 一点点力量吧 OK 牛超爱阅读生活极旧旧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支影片 记得点赞和订阅 非常开心 陪您度过这段美妙的时光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